银料店老板说出停电用户的心声 摄氏32度走几步路就满头大汗 却无电可用 红绿灯失去色彩 到底该走该停只能左看右看 现在天气了大家都想喝冰的 没人想喝常温 大卖场和超商 我们卖不出去 到民宅内瞧一瞧 家庭主妇很苦恼 没有电的话 我的食材都会 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坏掉这样子 7月26号南端狐狸镇 包括北安里 琵琶里等地 线路检修停电影响大约1000户 原本公告从8点半到下午5点 后来在中午12点前就恢复供电 工作性的停电 这个是在整个线路设备的日常的维护 保养上面的一个必须 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台电也致上最深的歉意 台电强调这是计划性停电 并非电源不足造成的临时性限电措施 26号工程进度顺利 所以提前恢复供电 减少民怨 大约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当然天气很热